每年农历10月16号是花莲城隍庙皇都城皇爷诞辰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各项庆祝活动重建 20号改以祝寿团拜,欢迎善男性女前来参乡 花莲市长也前往城隍庙公住 期盼花莲辖境平安,安定信众的身心灵 每年农历10月16日是花莲城隍庙皇都城皇爷诞辰 今年受疫情影响,取消了绕境平安宴等庆祝活动 20日上午改以祝寿团拜方式,欢迎善男性女前来参乡 花莲市长威家贤在20日上午也特地前往城隍庙公住 皇都城隍爷圣诞千秋 那今天是城隍爷的一个圣诞千秋 那我们也真的看到很多外县市 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公庙有工都来做参访 那我们真的也非常感谢过去城隍爷 对于所有信众大德的一个护佑 那不只是在精神上面心灵上面的护佑之外 那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城隍庙 在过去几个三节比较重要的日子 都有捐物资捐米给花莲市公所 让我们食物银行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那我们真的也在此后 也要谢谢我们庙方人员跟十方信众大德 那今天也代表花莲市公所来向城隍爷做一个感谢 也祈求未来花莲都能够一切平安和静安康 那我们忠心的期盼 大家都要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对于人事实地物 未来都有安定的感觉 再次要感谢大家 对于花莲市弱势家庭的帮助 街庙至近有87年之久的城隍庙 上午涌入不少来自外县市的信徒公住 现场也邀请花莲社等北馆团 也愿意公住圣诞 回家前表示 城隍庙捐赠的普度物资及200公斤百米 都纯入施工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帮助不少家庭 期盼借由城隍爷圣诞千秋 安定信众生心灵 透过城隍爷与众神忽悠台湾 记得长帮眼花莲市报导